大家會吃肉對不對 雞肉 豬肉 牛肉 吃到豬肉會不會擔心有來劑 所以我沒有買豬肉 答應我們也幫我帶便當 好 我盡量 OK 我們說到反萊豬進口 還有公投榜大選 各位觀眾 因為連署已經搭標了 所以現在我們要送交中選會 在今天就要送上去了 國民黨就在今天 送出了兩個連署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 跟我們的健康有關 跟我們的未來的小孩 孫子的健康有關 我們說萊豬再加上藻礁 各位觀眾 這三個公投議題的發酵 我記得沒錯的話 反萊豬進口應該是 算是從去年底到今年初 然後珍愛藻礁 應該就是上個月的事情 順利的 這麼大的民意 短時間內突然間 就讓他已經完成了第二階段 突破了公投的門檻 所以現在我告訴大家 蔡英文會怕 是想要來摸頭嗎 派出成績眾來跟環團談 是想要撕了嗎 現在連署達標前不理 連署達標後又想要撕了嗎 很多人都說你不要再來騙了 詐騙黨 今天江啟成林維州 帶著大家親筆寫下 一百多萬份連署書 我知道你們一定都在這 一百多萬份連署書裡面對不對 你們都有寫對不對 送到了中選會 好 反萊豬很有力的國民黨 這個隔石院的院長羅志昌 他今天也一起去了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中華民國有公投以來 最高的公投連署分數 在我們面前 連署之踴躍 其實一則一喜 一則一憂 喜的是 我們第二階段的連署 非常的順利 憂的是 政府怎麼會做這一個 讓人民憂慮的政策 要讓人民用公投的方式 來虧翻你的政策 所以當我們今天 把兩份公投案的連署書 反萊豬的公投 我們送來了五十二萬八千份 公投綁大選的公投 我們送來了五十二萬兩千多份 加總起來差不多一百零五萬份 實際上還有更多 我們實際的連署數 兩個公投案都超過七十萬份 有人在問說投票真的公投投出來了以後 他不執行怎麼辦 不會 這個公投的效率大於法律 何況進口萊豬是用行政命令 所以那個效果 只要八月二十八號 我們投過25%以上五百萬人出來 說不讓萊豬進口 反萊豬進口把它投下去 隔天就不能進口了 馬上生效 比連署更難的公投投票 要走出來到投票所去投票 而且要超過公民數的四分之一 大概五百萬人要超過 困難嗎 一百萬人連署了啦 一人再拉五票就五百萬票啦 困難嗎也蠻困難的 如果說可能嗎 非常有可能 我們努力就做得到 蔡英文就是民進黨的叛徒 過去蔡同榮 林義雄 怎麼為公投犧牲奉獻 民進黨長期主張公投綁大選 長期主張 是人人共知的民進黨省主牌 蔡英文這個民進黨的叛徒 竟然直接把這個公投省主牌砸爛 沒有關係 民進黨砸爛了自己的省主牌 國民黨幫你重新撿起來 食安是民進黨第二個省主牌 過去蔡英文 拿著獨牛的標語走大街 口口聲聲要求牛豬分離 絕不讓步 一上了台 當了總統 馬上翻臉 再把民進黨的省主牌再插一個 所以今天這100萬的連數書也是告訴民進黨的這個大叛徒蔡英文 你不要以為一招全力在手 你可以欺負食安 可以欺負公投 可以欺負藻礁 可以欺負所有台灣人民過去所相信的價值 台灣價值在你民進黨過去追求過程當中 已經被這個蔡英文破壞殆盡 所以今天送來這100萬連數書 請中選會不要再找藉口刁難 不要再找藉口去裡面挑剔 好好的傾聽100萬的民意 好好的來去回應這100萬的民意 你們的聲音我都聽到了 我們的聲音 我們要讓詩意的小音 靠著我們的公投我們的選票 讓它響起來 你們說好不好 接下來謝謝我們的 若一一出現 斗內就雪片般飛來 謝謝大家 玉山古天樂 斗內 寶寶女神 你活潑開朗的笑聲 哇塞 你這情詩吧 像一首美麗動聽的歌 也好不絕換醒 寶寶 好 好 好 我心意我都收到了 我截圖起來 我慢慢看 未完待續 謝謝我們的玉山古天樂 還有謝謝我們的達斯維達 說看到了中天最美的風景 我想是再說 保主家若一吧 謝謝寶寶 還有謝謝我們的 Edora 說爆心文化面太美 喜歡若一跟我合體是不是 那我們也再叫她來 來 接下來我們謝謝 若一剛才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接下來我們還有小碧主播 但在這之前 我們剛剛提到了 我們要讓小音聽到我們的聲音 從反萊豬公投綁大選 再到了珍愛藻礁 8月28號希望可以一起公投 讓我們人民的聲音 讓政府真的聽進去 大家民眾心裡頭是怎麼想的呢 我們現場來直擊 互藻礁已經達到56萬份聯署書 8月28號有望包含反萊豬公投綁大選 以及互藻礁三個公投案可以進行 但在2018年當時推出了10個公投案 有7個通過包含了反對日本核實的議題 但兩年冷凍期過後 政府似乎沒有拿出具體的作為 我們來聽聽看民眾對於這次公投的看法 你去投了 沒有辦法反映出我們真正的民意 結果到最後還是沒有意義的 現在結果都不是我們老百姓決定 會長生氣 對 當局者他們 執政者他們 我感覺他們執政者權力比較大 他們決定 結果可能在我們投票之前 都已經決定好 我們只是虛晃欲照而已 萊豬飲食的吃的 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還是要把自己神聖的一票要投出來 他通過了以後 好像就變成是大家變成無聲的要接受 我覺得這是我們的潛力 應該的 應該是萊豬的比較好 因為這是我們日常食品很關鍵的 通過了之後政府會沒有任何改變 當然 就跟我們自己一樣 對 這就是我們政府就是這樣子 沒辦法 公民的權利就是大家都要去在意這些東西 就是為了大家好 應該會支持反萊豬的 為什麼會想要 因為他會有那個什麼 萊特做法案 就是不喜歡這種東西 就希望他不要再害我們台灣 反萊豬 或綁大船 還有藻礁 會 對 因為我覺得那是我們公民的權利 就對這個議題 透過公投大家就可以去表達 日本核災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那個核實應該是很擔心 但是好像政府並沒有 並沒有真正的去做這樣子的一個阻止 來保證民眾死的安全 對 我覺得如果是公投過了以後 政府應該要尊重民眾的意見 然後去執行相關的議案 對 主要就是那個反對萊豬 公投過了之後都能做 對啊 沒有什麼表現 畢竟好像也沒有什麼強制力吧 因為可能就只是意見的表達而已 感覺反正就一直大概都是這樣吧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反正公投還是表達自己意見的一種方式 只是就看他未來可不可以 就是修法或是再修好一點 那其實很多人都去投了 然後也好像計票都通過了 可是其實我需要看執政者的一個做法 我們就是做該做的 那執政者他們有他們的一些想法 那我們就尊重他 但是我們還是要做 可以聽到民眾雖然對於政府的政策 一直以來認為都缺乏可信度 但還是要在最後階段衝高連署量 並且公投一定要投要行使民眾的權利 如果他們已經要做著的話 我保留給你自己的負責 就不一定告一聲 對於政府被合作人的份